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白克的花花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养玛格丽特的一个光照的问题 玛格丽特呢她非常喜光 如果大家有那种露天的环境 比如说院子呀 阳台呀 露天的阳台呀 露天的露台呀 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放在露天的这个环境当中 多晒太阳 采光比较好的环境下 它就会花非常非常多 而且长得特别快 那有话有我直接在春天的时候 把它给递栽 发现它经过了一个周之后 居然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所以啊惊喜啊 它递栽或者是在室外 长是真的是非常疯狂的 那如果没有露天的环境呢 我们在阳台能不能养呢 在室内的阳台窗台 如果是南阳台南窗台 东边的窗台 东边的这个阳台 室内环境也可以养好玛格丽特 如果它基本保持在四到六小时以上光照 玛格丽特也可以像我这样养的 因为我这盆其实就是在室内的南阳台养的 其实花量虽然不是像地灾的那么猛 但是其实还可以 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毕竟我只给它打了两次顶 花量不是特别多 但是这种室内的养成这种状态 其实我还是还可以 那我再次给它修剪之后 它可能会花量更大 像这份也是在室内的阳台养的 这株呢就本身的分支性好 所以呢它后期的开花的时候会比这个花量更大 如果是等到夏天啊 夏天注意 夏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虽然它洗光 但是你夏天最好给它放在散光半阴的地方 因为呢它有个毛病就是夏天容易黑服 如果你光照很强 晒这个土特别热 那它里面的根系和这个底下的这个静杆 很容易因为过热而黑服 所以呢除了夏天 我们把它放在散光半阴的地方 让它多通风之外 我们其他季节 最好就放在家里光照最好 然后通风最好的环境里 多晒太阳多通风 那它就会长得非常漂亮了 好了 关于马格丽特光照的问题 我们先见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